今天我们来介绍韭菜海粒炒蛋的做法 韭菜、鸡蛋、海粒子这三种食材让这道菜更加鲜美的味道 吃上一口就想吃第二口 第三口的想法 您需要准备以下这些食材 为了方便以后查阅 您也可以点赞收藏本视频 备其实材将新鲜的海粒子洗净 用蚝油抓匀腌制一会 将韭菜末放入鸡蛋中 用筷子搅拌均匀 热锅放入适量调和油 要比平时炒菜多放一些 油热后将火腿肠丁放锅中小火煎一下 火腿肠丁煎香后再放海粒子 将海粒子和火腿肠翻炒一会 然后将搅拌好的蛋液倒入锅中 将蛋液炒至凝固成块状即可出锅 技巧 调味不用太多 我只放了蚝油 好了 就到这吧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关注